稍微参考一下就好 因为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证明很长 101页 才证明 所以一直 他这个证明真正了解的人 非常少 所以很多 很多人其实就是 了解他的意义而已 没有了解他的证明 但是 我去找了一堆 这样的东西 后来我发现说 如果用 程式的角度去证 好像没有那么难 因为哥德尔当初是为了 因为他没有电脑的那种概念 他们那时候还没有电脑 所以他在证明的时候他要先把 一个 描述给数字化 他数字化的时候又跟电脑的数字化有点不像 他用指数去那种 所以就有点复杂 那 这里 不完备定理大概就跟 理法师悖论的证明 发法是类似的 理法师悖论各位应该知道 那就是 就是 最后他到底要不要为自己的理法会陷入矛盾 那 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描述是这样的 所以他有 有好几个版本后来就称为 第1不完备 第2不完备 其实他是在两篇论文里面 分别陈述 第1不完备说 如果公理化逻辑系统T包含 基本算数的一致性系统 一致性系统就是没有矛盾 那么 在T里面存在一种语句S 但是你无法用T正名S也无法否正S 那就是 一旦你是一个一致性系统的话 就不完备 就不可能完备 只要 他包含算数 他就不可能完备 那第2不完备定理 其实应该从第1不完备定理延伸出来的 他一个比较广泛的 陈述是说 如果公理化逻辑系统T包含基本算数 的一致性系统 那么T无法证明自己的一致性 T没有办法证明自己 是一致的 那这个 都有点 不好懂 所以呢 我们把它写成 跟图灵的停止问题一样的版本 这是我自己写的 所以我不确定 有没有 百分之百 抓到他的意思 他说不存在一个程式可以判断一个包含算数的一些逻辑之说 是否我定理 在程式人的版本 也就是说 你要判断 一个逻辑字串是不是定理 这件事情 是做不到 只要他包含算数 只要他包含算数 就做不到 只要他包含算数 那我们用程式的方法去 证明 还是用反正法 假如这样一个程式存在 假如这样一个程式存在 那 也就是说 如果 SPR 这个字串 它是可证明的 然后 只要他是定理 就可证明 只要他是定理 就可证明 只要他是定理 就传回1 否则的话就传回0 假如这样一个 一个程式是写得出来的 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会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可以构造出一个这样的语句 Issear 判断 后面的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 一个定理 这一块是不是个定理 那 这一块呢 就是对于所有 存在S 存在S 存在一个S 他 不可 被证明 也不可 被否证 OK 这样一个东西是不是定理 有没有存在一个S 他不可被证明 也不可被否证的 那这里就会牵涉到 这 这个逻辑是 因为比较 比较长 所以我们 用T来代表它 OK 那如果 Is theorem T 是真的 Is theorem T 是真的 那就代表说 存在无法证明 的定理 所以 Provable 如果Provable函数就 没有办法证明所有的定理 因为 Is theorem T 是真的 那他就没有办法证明所有的定理 就至少存在一个 一个S 没有办法被证明 那这个就符合哥德恩 定理 因为哥德恩定理说 如果 它一致的话就不完备 不完备就存在 有些定理 没办法被证明 所以这个是符合的 这一丁条没有问题 是符合 但是如果 Is theorem T 是假 Is theorem T 是假 那代表 Not T 应该是真 既然 Is theorem T 是假 那代表说 Not T 应该是真 因为 T 不是永远是真的 Not T 应该是真 Is theorem T 应该是真 Is theorem T 应该是真 是假 存在S 这个 存在一个S 无法证明 也无法否证 如果Is theorem T 是假 代表 不存在S 不存在S 所以Not T 应该是真的 对 OK 那这样的话 Provable T Not T 会传回什么 Provable Not T 就来分析一下 Provable Not T 会传回什么 如果Not T 是个定理 是个定理 Provable 刚刚我们的 定义不就是说 它会 对于定理的东西 都传回一吗 对于不是定理的东西 都传回零 如果Not T 是个定理 就传回一 否则就传回零 这就是 符合刚刚的意思 符合刚刚上面 这一个层次 St Is theorem 就传回一 否则就传回一 他现在只是 只是这一个 St 改成T 改成Not T 改成Not T 那 Not T 是个定理 这代表说 这个东西是个定理 因为T T就是这一串 对 这个东西是个定理 那 这前面是加Not的 所以 那这个Not 是一个定理的话 就 代表说 不存在 任何一个S 无法被证明 不存在任何一个S 无法被证明 那就是 所有的S 都可以被证明 只要 所有的S 都可以被证明 对吧 但是 所有的S 都可以被证明 这不就违反了 我们原本的这条 二这一条 所有的S 都可被证明 的话 就违反了 因为 现在说 Is theorem T 为假 Not T 应该为真 所以 这一个结论跟他矛盾 这个结论跟他矛盾 所以这一条是不可能 OK 否则的话呢 就代表 Not T 不是个定理 也就是 存在某些定理 S 是无法证明的 但是 存在某些S 是无法证明的 又跟他矛盾了 OK 所以呢 用 层次的想法 其实 他也只是要写一个层次 然后 来判断 某个字串是不是定理 但是这件事情 跟停止问题 是一样 你永远没有办法写出一个100% 可以判断某个字串是不是定理的 的这个函数 永远写不出来 跟停止问题的正法 几乎是一样 那 这个很难 完全是 脑力锻炼 脑力锻炼 OK 现在1点40 11点41分 我把这个 剩下两个给各位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 有时候看人家的历史 是有趣的 罗素 罗素 罗素其实在他们的年代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名字 但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科学家往往很少 大部分的人不会提起罗素 大部分的人会提起 是爱因斯坦 纽顿 但是 罗素好像 是不觉得他是个 对 洪嘉兰 那 罗素在数学上的贡献好像我们就只听过 李法师悲论 其他好像也少听到 但是 其实罗素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人 他在1872年出生 他其实家里是 贵族 但是 1970年他才死掉 所以他活了多久 98岁 98岁 所以他活了很久 那他的爸妈在两岁和四岁的时候分别就死掉 所以他是有阿公扶养长大 问题是他的阿公是谁 他的阿公是英国首相 这是 有显赫的家庭背景 而且还做了两次英国首相 罗素 他 罗素很神奇的是 他一辈子一直在结婚 离婚 结婚离婚 结婚离婚 那这跟他 有很多 奇特的想法 关系 他 22岁的时候结婚 39岁离婚 49岁又再结一次婚 55岁 还创立了学校 然后呢 后来又婚外勤又离婚了 64岁又再结一次婚 72岁 的时候回到建桥再教书 80岁又离婚 然后再 跟另外一个英语教授结婚 88岁的时候出款 自转 到底结几次了 我搞不清楚 大概四五次了 很差 然后呢 这件事情跟他的 最重要的 学术成就有关 他最重要的学术成就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后来看其实不是这个数学原理这本巨著 那也不是 李马斯贝论 他最重要的学术成就是他的诺贝尔奖 问题是 大家知道他得的是什么诺贝尔奖 他不是得诺贝尔数学奖 或者是生物奖 或之类的 他不是得这个 他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 他得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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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罗素的著作 有这些 你可以看到数学的数学的数学 突然直接 哲学的出来 哲学出来之后呢 就看 政治学的也出来 然后 跟科学 历史有关的 甚至相对论论 这些东西 论儿童教育 教育学的也出来 然后 心灵分析怀疑论这个哲学的 婚姻与道德 这才是他得诺贝尔讲的原因 所以 他之所以得诺贝尔讲 是因为婚姻与道德这一本书 但是其实婚姻与道德是我们 比较 比较 怎么讲 就是 高雅的翻译 他的书的原名根本就 不是这个意思 好 看看 但是这本书为他带来了诺贝尔讲 但是不代表这本书为他带来了好运 为什么呢 他67岁的时候搬到美国 却因为婚姻与道德这本书 他对法官 麦吉汉认为他有道德问题 所以 法官取消了他在纽约城市大学 聘任罗书伟哲学教授的任命案 所以他不能在纽约城市大学 当教授 所以 其实是个不幸的事件 但是到了78岁的时候 他却因为这本书而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成为 第1个非文学领域作家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人 那婚姻与道德为什么会得诺贝尔文学奖 看他的这里就会讲 为什么需要信道德 无故知乡 父亲的势力放火 生子弃宠戴 自律主力 罪恶 基督教的道德 浪漫的爱 妇女的解放 性知识的禁忌 爱在人生中的地位 婚姻长期 逝婚制 逝婚制 现在的家庭 家庭对人心理的影响 家庭与国家离婚 人口优胜学 一直论到 性与个人福利和人类价值中的地位 结论 你看这样的主题 你应该知道他到底 想表达什么 对 他其实在跟 教会对战 教会 主张的是 一夫一妻 的这种 概念 离婚是不好 但是罗素就是在挑战这个 其实所有的 这种婚姻道德 都是为了 为了在广固父权 他认为这样 所以 其实我们不应该遵守婚姻道德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那个纽约 的 法官 会判他说他没有道德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法官有看这本书 那这个法官应该 搞不好他是个基督徒 所以 他就判罗素不可以 不可能在纽约 城市大学教授 那从这本书里面你也可以 可以看到 为什么他结婚外孕和离婚 那么多次 所以 他其实背后有 有 他的思想在 至于这个思想好不好我不知道 但是 但是 这影响到他的 整个 人生的过程 会 结这么多次 和离这么多次 而且还因此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一个数学家 哲学家 得了文学奖 怪的事情 我可以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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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所以看了这个 我会觉得罗素很有趣 这个 真的很有趣 非常有意思 开心就在一起 这种感觉 但是 对 道德这件事情 有时候也是很 很神奇的事情 到底什么叫道德 什么叫不道德 对不对 很难讲 好 这是罗素 罗素 好 最后再来看几个人 我记得我好像跟 上次吃饭的时候跟你 咬到这个 我终于怀疑了 我终于怀疑了 其实安管善才能 也是有 开心那也有离婚 所以也是有 好奇人 你去看那个 很多那个伟大人物 你会发现 他的一生跟我们想像的 其实完全不一样 然后这边呢 就是 我那时候就写了一篇 伟大数学家的悲惨人生 然后举了三个例子 图灵 牛顿和 近代哥德尔 那这个看起来 其实这三个人 都是 图灵是计算机科学的先驱 而且是 是图灵讲的有来 牛顿呢 就更不用讲了 没有牛顿的话 可能 可能就没有 近代科学 就没有 没有 万有以利 这些理论 没有 没有 维基分这些东西 那哥德尔 刚刚我们看到他在 在 逻辑学理 是那么重要 那这些人应该都很 都是人生胜利主才对啊 结果 结果 我发现他们其实都不是 人生胜利主 图灵 牛顿 哥德尔 通通都不是人生胜利主 而且是悲惨 牛顿算是比较好一点 牛顿 牛顿有贵族吗 你说 牛顿怎么样 他 牛顿算不算贵族喔 他其实 本来不是贵族 但是 因为他表现的关系 后来英国领化 授予他 绝世的 巡号 但是他家 家里不是贵族背景 只是 后来被授予贵族的 巡号 因为他 有当那个 国家造幣局局长 而且他定了 一个什么英镑对 金 英镑对 黄金的转换比例 然后 他在造幣局局长里面 的那一段时间 其实赚了不少钱 好先看图灵 图灵呢 他是怎么死的 他是因为 重新戀案被审判 然后两年之后 他吃了一颗有 土有氢化物的 苹果 死了 那氢化物 氢化物就是用来洗电路板的那种 那个是超毒的巨毒 那现在洗电路板好像也不用氢化物 其实是非常非常毒的东西 然后所以呢 后来那个Apple 苹果电脑 起来之后就有人问那个贾博士说 你那个 咬了一口的苹果是不是因为土影而 为了纪念图灵而弄出来的 小博士说不是 他也希望是这样 但是不是 他当时不是这个想法 所以图灵其实 他有一个 同性恋伴侣 结果那个同性恋伴侣 偷了他的东西 他去报警 结果报出来之后呢 被发现他是同性恋 然后结果 结果就被请述 最后他只拿自杀 这个是 悲剧 那 那图灵的贡献不止这里 你知道 图灵不是只有 计算理论啊 停止问题啊 然后图灵机啊 他真正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 是他打胜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 图灵 图灵怎么打胜第二次世界大战 图灵怎么打胜第二次世界大战 因为 图灵在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他被征召到英国的一个 超级机密庄园里面 那个庄园看起来就像个农村 但是里面住了一大堆数学家 做什么呢 就是在破解 德军的密码 后来德军的那个 迷那个机器 从 一开始是 由那个几个 波兰人 数学家 波兰数学家 在破解 但是 后来他们机器 越改越 越强啊 然后 那波兰人也没有办法破解 图灵加进来之后 又把他破解 所以 到最后那个德国怎么打什么书 因为他所有的情报 通通都是瓦解 但是德国自己还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他保密码 万一 他知道那个密码机被破解 他一定会全面换密码机 所以英国人就 故意不给他知道 有时候还 故意派一些士兵去牺牲 让德国人不会怀疑 但是最后他们 得到的那些情报 是他们 打肾脏的重要关键 OK 那牛顿呢 其实没有那么悲惨 没有因为这样子 啥要干嘛 但是 牛顿 也有一点悲惨的是 他其实 还被英国女皇 受影 爵士的贵族称号 应该是 很好吧 对不对 但是 不代表他 就一定很好 因为牛顿其实他 除了关心物理和数学以外 他很着迷恋金术 这种东西 然后呢 练金术 他一直想说我从 从一堆 其他东西里面 练出金块 其实 所以牛顿其实是很想赚钱 然后他之前 当教授的时候 其实他的钱很少 那等到他当赵立局长的时候 一年两千一磅 其实是很多钱 那后来呢 他说 他有这些钱 然后他又当赵立局局长 他有 全世界第一手的内线消息 那时候有一个 有一个叫做南海公司的 这南海公司 应该是 应该是 跟黄金有关的一家公司 然后呢 牛顿觉得说 这家公司一定会赚钱 所以他把他一辈子的积蓄全部都 狂投到这一个南海公司的股票里面 结果呢 1720年发生了南海泡沫 就是 所谓南海泡沫 就是南海公司的股价 狂涨之后 暴跌 然后 称为 南海泡沫 这个南海泡沫是史上 三大投机事件之一 一个是南海泡沫 一个是密西西比开发 公司 然后另外一个是 荷兰的郁金箱 泡沫事件 荷兰的郁金箱泡沫事件也是很神奇 他 炒到糕点的时候呢 一个郁金箱的球巾 可以换一栋房子 OK 所以 这三个事件史上三大 三大泡沫事件 其实 在这个 研究 研究钱这个东西的领域 其实是很有名的 事件 牛顿损失了两万英镑 相当于十年的薪水 因为他一年两千 一年两千英镑是很多很多的钱 然后 结果他损失了两万英镑 然后他就讲了这句名言 他说 我能精确计算天体的运行规律 却无法预测人类行为的疯狂 I can calculate the motion of heavenly bodies but not the madness of people 所以 后来在牛顿时候 人家去解剖他发现 他体内有大量的水影 为什么体内会有大量的水影呢 大家怀疑是 他拱中毒 为什么拱中毒 因为他在做炼金术 他试图用拱去做一些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后导致他自己中毒 所以 刘顿 其实也没有 没有很 人生胜利主 其实 还算是蛮悲惨 那哥德尔更不用说 哥德尔其实 他的人生很悲剧 因为 他 从小就体落多病 然后 有强迫症 还得了忧郁症 自杀过几次 然后在晚年的时候 他一直怀疑别人给他的饭和菜有毒 所以他拒绝人家 给他吃的 饭菜 只相信他太太 给的 后来他太太病倒 所以 最后哥德尔死于 营养不良 按进食不足 死的时候只有六十五磅 六十五磅大概 三十公斤吧 差不多 所以他是二十 这个南海泡沫事件 这个史上三大投机事件之一 南海泡沫和密西西底泡沫和郁金香同乐事 经济史上的三大泡沫事件 那从 我小时候到现在 台湾也经过了好几次泡沫 最近 好像一直没有什么泡沫 在我小时候 台湾 经济起来的时候 那个 股市也就这样子起来 然后呢 我们从 股票从两千点涨到一万点 只花了一年的时间 然后 后来又狂跌回三千点 只花了半年的时间 所以很多人因为股票的过程 那这边 这边更是离奇喔 那个 像这个密西西比卡末 这个跟法国 法国有一个叫 约翰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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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一个意大利的逃犯 然后在意大利犯了案子之后 逃到法国去 结果竟然被 法国国王给重用 还任命他 当 当央行的行长 他可以自己印钱 投资自己的公司 结果就 催生了这一个 催生了这一个 密西西比卡末 后来密西西比卡末 崩盘之后 整个法国的经济也跟着毁掉 而且这个影响很深喔 他从1717年 开始 密西西比卡末 到了 到了1720年 夏天的时候崩盘 那 崩盘 之后呢 1789年是法国大革命 1720年到1789年中 整整经过了 六十几年的时间 但是法国大革命 之所以会爆发 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因为 因为 大国的财政困难 但是 约翰老已经 弄了一个 非常糟糕的办例 就是 让大家的钱 泡沫化 所以即使经过 六十几年 他们的 民众都还 心里都还 对这种 股票之类的 非常的恐慌 所以他们都不持有股票 导致他们的皇室要筹资困难 皇室筹资困难的结果呢 就 就 造成 他们 皇室的 衰落 然后 后来呢 资本加起来 然后 然后才会造成整个 法国大革命 所以这里 其实是 我觉得这个历史 是很有意思 OK 我们今天就先看到这边 有兴趣的话 回去可以再 看一下这几片